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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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我们是国内副将大学生物专业的学生 这是我们的同学 请问您见到他了吗 报告 现场调查完毕 顺利完成的 并发现异常见课 看来 只好找他帮忙 这是怎么了 出事了 今天失踪了 失踪 他好像是宋教授的女儿 请他回公司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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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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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老师 被怪物拖走了 洞穴周围没有血茧 小婷 小婷 分析结果出来了 从其原始基因序列来看 可以肯定的是 怪物就是灵甲木动物 也就是 出山甲 原来他怕你呀 我另外有个学生 也算是你的学妹 刚好也在岛上工作 或者他能帮的商人 好的 谢谢玄老师 这是妈妈送给我的 送给你 你要早点好起来哦 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了 请问您是 宋南学长您好 我是杨童 本导野生动物管理局调查专员 协教授的学生 好 您好您好 请进 你不是 这么巧 你们 是宋学长的学生 小婷 穿山甲的教授 穿山甲都是晚上活的 他们好像去北市街了 糟了 不 那时候我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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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婷的毛绒玩具 挂在磁性穿山甲身上 那是不是可以说明 小婷还活着 你看谁家的爸爸那么大本事 能把女儿弄丢的 你呢 那两只变异的穿山甲 是周博士你的杰作吧 我也很想她 奇怪 穿山甲都在夜间活动 怎么大半夜她还在潮雪里 假如你老婆死了 你还有心情出去闹 这是我最后一罐牛奶了 小婷 你妈妈喝 喝完就没有了 起初刘文和陈宇在海滩度假村的巷子里遇到你时 你正和两名住人排着一个不明物体撤离 所以你带走的并不是珍惜野生动物的尸体 而是静怡的尸体 你们两个先带她去报案 可是 我去找小婷 我去找小婷 小婷 小婷 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 你在家 要乖乖的哦 恭喜宋教授 总之后给了他一针兴奋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